大家好,我是夏妈,早上好 今天早餐都是糯米饭做的 这个是昨天晚上大概9点多钟 就洗好了以后和平常煮饭间一样 就预约到第二天早上起来 现在是早上的6点半钟 拿出来就是这种煮好了的 还是热乎乎的 想到两个吃法,并且实践 给你们看一下哪一个会比较好一些 第一种的话呢,是这种 你就瓦一勺糯米饭放到盘子里面 不用特别多,浅尝一会儿 倒上两圈的椰浆 一点葡萄干 果酱你家里有啥都可以放上去 我放的是之前准备做月饼 没有做的玫瑰酱,像这样子 如果果酱看不明白 你试一下放水果 芒果放上去就是有点像 泰式口味的芒果糯米饭 你还可以撒点白糖在上面 放一点葡萄干,点缀一下 第一个吃法就搞定了 第二个吃法是咸口的,比较常见 提前切了一点胡萝卜,腊肠 玉米是甜玉米,是即时的那一种 放到锅里面少量的油 给它们炒香 这个想法是我不太想包烧麦 这种比较方便啊,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就把糯米饭放到里面和食材混合一下 调味我就只加了一点点盐 你还可以倒一点酱油啥的 但我觉得这个颜色会比较好看一些 给它压紧实 开个小火,慢慢地煎着 这边再打一个鸡蛋 从锅边,拧上去就可以了 如果倒不均匀没关系 晃一下,趁蛋液没有凝固 小洋葱花 等到蛋液熟了,我们今天的糯米饭鸡蛋饼也搞定了 我是直接用锅铲给它分开了 整个端上桌就搞定了 不用装盘 挺好看的啊 口味也很好吃的 大家参考一下 我的时间可能花费了大概22分钟时间 就如果你们不做前面的甜口 这个饼煎起来是很快速的 这个拌面的话呢 是七月搭档昨天还剩下一点那个板栗烧鸡的汤汁 它就放到冰箱了 让我早上给它煮个面 糯米饭好吃,但别贪多 分食而定,或是冷冻备餐 我们晚上再见,拜拜